就在全球疫情趋缓之际 美国官方甚至很自信地宣布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台湾疫情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5月8号单日确诊数 更是突破美国南韩 成为全球第一 接着连续几天屡创新高 一向标榜着防疫模范生的台湾 面对疫情爆发却一瞬间躺平 要快筛没快筛 要药剂没药剂 在被迫与疫情共存之下 指挥中心一具自主应变 戳破了人民对政府好棒棒的幻想 民众总算理解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超前部署的口号 全部是一场对着人民的认知作战 更别说是8400亿防疫预算 到现在不透明 就像最早林环强教授对论文们的独立调查报告 开宗民意就警示 当诚信遭受到人民质疑时 民主政治赋予领袖的领导权威将不在 没有人说总统一定得是个博士 但是当以诈述窃取学位 以学者身份一路篡夺到总统 被揭穿的时候竟然不知悔改 还胆大妄为反告学者 这样的骗子又怎么会谦卑面对百姓 当论文门可以颠倒黑白指路为马 防疫政策当然也可以以新台湾模式世界第一 在野党的失职 媒体的堕落 让民主监督机制全部失灵 论文丑闻造成台湾政治上的沉沦 是史无前例的 这已经不单单是蔡英文个人的学术丑闻 而是已经演变成为台湾政治 对是非黑白的标准 台湾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坚持 退一步及无死索 我们有一千万个不能放弃的理由 相反的蔡英文与伦敦大学 当然希望调查团体放弃追查下去 因为从头到尾他们都站不住脚 就在论文丑闻 伦敦听证会就要召开的前夕 2022年5月16号 英国卫报惊爆 刚在菲律宾 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大选的小马可氏 在牛津大学的学历上面说谎 牛津大学在FOIA的请求上证实小马可氏没有完成他自称的哲学政治经济的学士学位 牛津大学是这么说的 根据我们的记录 他没有完成学位 但是在1978年获得了社会研究特别文凭 报道中指出 马可氏在一开始的三个考试当中就有两个没有通过 他的父亲老马可氏因此派了特使和牛津大学的校长John Kelly商量之后 能否保护儿子的学位 并且问到是不是可以想出任何特殊情况 会导致学院偏离他的正常规则 最后学校敲定了一项协议 让小马可氏转去社会科学 并取得了社会研究特殊文凭 叫做Special Diploma in Social Studies 这个社会研究学科也在日后 就被撤除了 特殊文凭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这个文凭叫做Diploma 就是给这些国际学生的安慰奖 因为凭实例你没有办法取得学位 但是学校念在你已经读了那么多年 所以就给你一个特殊文凭 以资鼓励你曾经来学校就学过 这跟所谓的学位Degree是天差地远的 牛津大学的Information Compliance Team就公开表示 特殊文凭定义是大学生和研究生适用 某些情况下不是大学生也可以获得 但是学士和特殊文凭之间没有关联 特殊文凭也不是完整的研究生文凭 它可以和网络上任何线上的课程相媲美 小马可氏就是以特殊文凭 混冲牛津大学的学位而遭到了提报 这则菲律宾新任总统被提报 假装有牛津学位的报道 在台湾执政党控制的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理由无它当然是因为会让人立刻联想到 蔡英文的论文丑闻 小马可氏的欺骗或许与蔡英文的情况有所不同 但是手法却又有些类似 小马可氏的特殊文凭社会学科 在他取得文凭之后不久就裁册了 蔡英文的成绩记录 也是在某个不知名的Higher Degree Office 裁册之后就消失了 小马可氏两科考试不及格拿不到学位 老马可氏希望透过特殊情况 偏离学院正常规则来保留学位 蔡英文则是被WD退学之后没有缴费 隔年却可以继续缴交论文完成学业吗 是不是也是一种特殊情况 偏离学院的正常规则呢 这说明当年那个时代因为距离遥远 通讯不变 让类似文凭变学位的骗局层出不穷 尤其是特权子弟 这也隐约地透露了为什么教育部和考选部 要四次函查蔡英文的学位证明 就是要问清楚蔡英文所谓的1984年的证书 到底是diploma还是degree 这些我们都在之前的节目讨论过 我们先暂且放下不谈 这整件事情最大的重点 就是牛津大学在伦敦的论文门听证会之前 给了调查团体一个大大的助攻 狠狠打脸了伦敦大学和ICO种种的包庇行径 成为未来听证会当中最强力的证词 时间回到2021年的11月1号 一名小马可氏的支持者 曾经在whydotheyknow.com上面怒呛牛津大学 为什么在没有学生许可的情况之下 擅自公布了马可氏的学位相关的消息 他痛批牛津大学违反了学校的政策与协议 而牛津大学则是义正词严地回复了这么一句话 牛津大学说 根据英国的资讯保护法 处理和披露个人的资讯有法律依据 该立法允许组织在必要的时候 揭露个人的资讯 以满足合法利益 或者是他人的合法利益 包括了合法的公共利益在内 牛津大学同时回应说 如果个人公开声称 拥有牛津大学的学位 或者是其他的资格 牛津大学将回应 质疑这项声明的人 以保持公众对我们的学术质量的信心 这是必要的 此外还有一个最强力合乎公众利益的理由 就是有关竞选政治职位候选人有关的讯息 尤其是在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等职位上 牛津大学的三点诉求 拒拒命中要害 如果观众朋友还记得 这也是Michael Richardson不断上诉的主要依据 结果同样的主张 在公布蔡英文口试委员的案子 伦敦大学却是用完全不一样的理由来回避 在第一点 有关公开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方面 伦敦大学便称这是属于personal data 个人资料 这是保护的范畴 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权利 不会大过学生的资讯保护 这和牛津大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伦敦大学完全站在另外一个立场 我们先前已经谈过了 伦敦大学的校方先是荒谬的把口试委员 也视为蔡英文的个资一部分 在依个资保护 拒绝公开口试委员的名字 即使公开有助于厘清蔡英文的学位宜云 但是校方却宁愿打官司 也不愿公开 这明显的是在包庇蔡英文 那不存在的口试委员 而台湾有一个短暂从政的 叫做施威权的人 他的博士口试委员案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们通通在说谎 口试委员名字 口试日期 并不是个人的资讯 伦敦大学更是直接违反了FOIA自由信息法案 反观牛津大学不止主动公开了马可市的学位问题 甚至透露了小马可市考试没有通过 双方怎么协调用非常规的手段 保持了这个特殊文凭 以及如何取得特殊文凭 完全不用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而面对大众对大学学术质量的信心 伦敦大学显然一点都不在意 他们不止在ICU上面做了伪证 宣称拥有蔡英文的Viva口试报告 还有论文的出版记录 随后又改口否认持有 论文也不知去向 最新公布的AB档案 甚至进一步确认了论文字史不存在 因为所有的记录都是在寻找论文 而非拥有论文 伦敦大学这一番操作证实了 他们认为讨好政治权贵 比起大众对学术质量的信心 还要重要许多 至于第三个 纽津大学认为 攸关竞选政治职位的人 揭露资讯更符合公众利益 尤其是竞选总统的职位 伦敦大学在对ICO资讯办公室的 证词里面 竟然还语出惊人的说 博士学位并非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环 博士不是中华民国总统的必要条件 并不像医师一样 一定需要有医学院的学位 伦敦大学为了包庇这场跨国世纪丑闻 真的是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伦敦大学跟牛津大学对同一件事情 竟然可以有如此南辕北辙的看法 不过单就逻辑的角度来看 这些行为不正好告诉了我们 如果牛津大学所做的 是揭穿小马可式谎报学历的谎言 那伦敦大学不就是在极力隐瞒 蔡英文假学历的丑闻吗 事实上 小马可式谎报学历案 透露了许多那个年代 正学交相贼的细节 有没有可能蔡英文也是退学后 与校长交涉之后 拿了个特殊文凭呢 好了 用我的例子来讲 我呢 刚毕业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我是文春正经学院毕业的 我毕业的时候呢 我的校长送了我一句话 他说 You are young and promising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才26岁 那是 young 当然是 young and promising 他觉得我很有 很有未来 那我听完也有大很高兴呢 因为校长还请我到他的办公室 喝下午茶 我让你高兴呢 而且我校长是 当时英国社会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 这一段蔡英文2013年 发生在云科大的演讲 当时还没有爆发论文丑闻 蔡英文是在没有人质疑 自己学历的情况之下 亲口描述的求学经历 第一 她提到了自己26岁毕业 也就是1982年 就从伦敦政经学院毕业 这完全符合了学生记录表上 1982年10月11号 WD Withdrawal的记录 也跟他早期一再对外宣称 两年取得学位的故事 是相吻合的 至于是毕业或是退学 我们先不谈 但是那一年离开LSE 却是有共事的 第二 请大家仔细想想 到底是什么情况下 校长会请你到办公室 喝下午茶呢 会喝下午茶显然不是 有什么通常性的 毕业生的祝福 而是一个需要 一对一对谈的场景 一个毕业生 有什么事情 要跟校长商讨呢 难道是什么特殊情况下 会导致学院偏离 他的正常规则的 学位保留方式呢 又或者是 改取的一个特殊文凭呢 我们在这边大胆地 做一个假设 蔡英文在1982年 M.Phil升等的时候 失败 就是transfering的考试没过 因此学生记录表上 被标注No QE 没有通过资格考 而非总统府所说的 因为康乃尔硕士学历 免除了资格考 在第一次升等失败之后 六个月 面临最后补考机会的 实现将到的时候 依旧没有把握的蔡英文 去了一趟校长市 校长对蔡英文说 在LSE法律系被退学之后 是没有办法回到法律系的 面临学籍撤销的危机 蔡英文祈求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保留学位资格 校长以一位长者 对充满失败挫折的晚辈 给予鼓励 You are young and promising 以后有的是机会 不然你先用财务困难为理由 暂且先退学吧 以后再找机会回来完成学业 我们也许可以给你一个 special diploma 特殊文凭来证明 你曾经来LSE就学过 最后蔡英文接受了建议 以financial difficulties 离开了LSE法律系的学程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 是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考选部 一直到1987年 还要外观去查询蔡英文 他交出了那张所谓的 1984年的毕业证书 到底是什么证件性质呢 牛津大学的小马可事案 提供了我们更多论文丑闻的观点 蔡英文是否也只是 拿个安慰奖特殊文凭 早在三年前 就曾经列入我们的调查范围之中 像小马可事1976年考试失败之后 在1978年才取得所谓的特殊文凭 那蔡英文是不是也是在后来 1982年升等失败 1984年才透过管道 取得一个特殊文凭 所以当1983年特殊文凭 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才到处自称 自己两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但是没有想到特殊文凭 最后标注的时间点 却是1984年的3月14号 所以才又不得已改口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学经历的故事 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 文中正经学院最 最令人惊奇的 对我博士任务考试 然后最后他们决定给我 1.5个学位 我就以为我已经拿到学位 结果我又等了半年才拿到证书 就是这个英国人的这种速度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快喜欢论文 但是他们要我等一年以后才拿到我的证书 大家仔细看 一份毕业证书 怎么可能连个印刷体都没有 却只是曹操用打字机打的呢 有这么不尊重博士学位的学校吗 但是如果只是一份特殊文凭 是不是这一切又比较合理呢 这份证书任谁看了都会起疑 政治大学也不例外 在政治大学人事室交给检察官黄伟的 蔡英文女士人事资料清单里面 就透露出了端倪 在编号五学历证明影本 内容就曾经很巧妙地写着 包含台湾大学毕业证书 康乃尔大学毕业证书 伦敦政经学院学位证明 为什么台湾大学的是毕业证书 康乃尔的也写着毕业证书 唯独伦敦政经学院 写的是什么学位证明呢 所以什么是学位证明 这不是很奇怪吗 政治大学根本早就知道 问题并不单纯 最后如果只是特殊文凭 没有论文也就理所当然了 不是吗 蔡英文的学术诈期 早就铁板钉钉毫无一意 无论是否是特殊文凭 光是赫德芬教授的 当骗子做成总统专辑 以国内公文书当证据 早就足以揭露他用假博士之名 骗取教职 伦敦大学再怎么包庇掩护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随着伦敦听证会的展开 美国独立记者 Michael Richardson进入了全面的备战 在有了示威权的博士口委 FOIA案 以及牛津大学的马可诗案 加持之下 Richardson誓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揭穿满口谎言的伦敦大学 这场听证会的内容 我们也会全部整理出来 投稿到英国卫报和其他的媒体 让英国舆论形成压力 终结这场跨国的世纪丑闻 在台湾 论文们也出版了第一批系列丛书 以蔡英文提告三位学者的官司为主轴 书名《恶官》 描述蔡英文如何操弄司法 颠倒是非 要入学者于罪 来掩盖自己的学术诈欺丑闻 这场总统提告学者的官司 呈现了令人不安国家暴力之恶 与司法弊端 让人再难以相信台湾的任何政治司法案件 《恶官》不是一本单纯的记录论文们的书籍 也是一项启动司法改革的利器 台湾司法常年缺乏关注报道 导致司法正义一直在阴暗的角落发霉 没有阳光照射 常年关注司法环境的法治时报社长黄月红 就曾经这么形容台湾的司法 台湾的媒体在报道司法案件的时候 都会像是鬼跟幽灵一样 从来不敢写法官的名字 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的媒体只有台湾会这样 我曾经问过记者 你为什么不写法官的名字 他说写了名字 编辑台还会主动把它删除 这种不能写法官名字的奇特现象全球罕见 这种奇特的现象对烂法官而言是最开心 想看到的对好法官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恶观就是一本不只是要指名道姓 还要点出违法乱纪的法律教科书跟历史书 看台湾的司法在政治权贵面前多么的身段柔软 看司法官在公平正义面前多么的局促不安 恶观的出版宣示着我们对司法改革的决心 以及对论文门真相的追求 论文门案已经三年 如果您是刚加入的朋友 恶观也像是一个懒人包 带你重回到2019年国家机器 如何破坏文官体系睁眼说瞎话 用认知作战把白的染成黑的 司法官把举发学者打成通气犯的过程 精彩程度绝对不下事迹诈骗案恶血 论文门现在就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让我们沉浸下来一起迎接胜利的曙光 请不吝点赞订阅